1號戒備訊號生效 天文台指 強烈二帶風暴馬娃 採取較為西北方向移動 預料今晚午夜前後 在散尾附近一帶登陸 但隨後仍然會進一步接近本港 天文台考慮今晚改發3號強風訊號 根據最新的預測路徑 馬娃會在今晚午夜前後 在散尾附近一帶登陸 並減弱 但隨後馬娃會繼續接近香港 天文台就會在今晚 考慮發出3號強風訊號 本港的天氣下 就開始轉差不時落著大雨 天文台說 跟馬娃相關的雨帶 會影響豬三角一帶 預料星期一初段時間 本港會有狂風大雨